在内塔尼亚胡直接将防长加兰特开除之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的矛盾开始进一步加剧了。 昨天晚间,数千人走上特拉维夫的街头,集体抗议内塔尼亚胡的解职决定,并要求内塔尼亚胡下台,抗议者群情激愤和警方爆发严重冲突,多的发生骚乱。 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免除加兰特的职务,除了加兰特贯彻内塔尼亚胡作战计划不利,双方产生分歧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当前以色列军员紧张,加兰特要求修改法案,也让正统犹太人一世同仁服兵役,而在此前这一部分人是不用服兵役的,所以他们才会有恃无恐,崩狂支持内塔尼亚胡升级战争。 而如今当加兰特要求将这一群体也纳入征兵范围之内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这部分人正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铁杆群体,所以内塔尼亚胡才会火陷免掉加兰特的防长一职,内塔尼亚胡火陷免掉加兰特,还有隔空向特朗普送上投名状的意思, 因为加兰特和美国拜登政府交往过密,无论是在加沙或者在黎巴嫩,相对都比较保守,并且多次对内塔尼亚胡的军事行动提出过反对意见,而这一次已经突然从黎巴嫩撤回四个师,就是加兰特下达的命令,理由是为了避免以军死伤过大。 而在以色列国防部长撤职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总参谋长阿拉维宣布,将会进一步扩大对黎巴嫩的地面攻势,这个此前曾经声称黎以战争已经彻底结束了的他,在强势的内塔尼亚胡面前开始屈服了。 从以色列的种种表现来看,在无法和黎巴嫩真阻挡武装达成和解的情况下,以色列有可能会再次铤而走险,向黎巴嫩发起地面军事行动。 在准备对黎巴嫩动手的同时,拿不下加沙的以色列又开始动歪脑筋了,在狂轰滥炸都炸不垮哈马斯抵抗意志的情况下,以色列又开始使用上了宣传攻势,往加沙地带大四空投传单。 宣传以色列不想战争,是哈马斯挑起了战争,想用这种战心理战术离见巴勒斯坦民众和哈马斯的关系,彻底摧垮加沙的哈马斯。 这两天乙军在对辛瓦尔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身负重伤的辛瓦尔已经三天滴水未尽了,真的难以想象,一个三天滴水未尽严重受伤的人,仍然拿起棍棒砸向乙军的无人机,由此可见辛瓦尔的抵抗意志多么近。 这一消息传出,也更加坚定了加沙哈马斯的斗志。 今天黎巴嫩真阻挡武装,再次向以色列北部多座城市发射多枚火箭弹,以色列称拦截了多枚火箭弹。 但是还是有火箭弹落入以色列北部城市,在以色列北部多层遭受黎巴嫩暴富袭击,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情况下,也使得以色列国内的经济生活秩序受到了巨大影响。 而以色列的国内经济正在走向崩盘,如今的内塔尼亚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总统特朗普身上。 希望特朗普上任之后,会对以色列提供更大军事支持,甚至会下场收拾伊朗。 但是不要忘了,在特朗普当政之时,他冒险对伊朗民族之花苏莱曼尼发动袭击之后,伊朗随即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发起一百多枚的导弹打击,并且直接击落了美国的死神无人机。 而此前态度强硬的特朗普,最后也是咬咬牙关人了,所以别看现在嘴上强硬的特朗普,如果真的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会为了以色列搭上美国的身家性命吗? 他要真的敢这样干,恐怕助他上台立下赫赫战功的马斯克,都会第一时间举起反旗,所以这一次如果内塔尼亚湖把所有的宝都压到特朗普身上, 恐怕最终会输得连裤衩子都不剩,不幸咱就走着瞧,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大战持续蔓延,伊朗报复以色列的大榜悬而未知时,内塔尼亚湖突然对以色列军方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换血,他想干什么? 内塔尼亚湖之所以临阵换血,无外乎有两种原因,第一是以色列前线战士并不顺利,内塔尼亚湖既不满意,所以才会选择以大换血的方式表达不满,第二是内塔尼亚湖和以色列军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并且已经彻底走向决裂, 才让内塔尼亚湖做出极端决定,我们此前不止一次给大家说过,内塔和以色列军方的矛盾已经彻底公开化,尤其是内塔尼亚湖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总参谋长阿拉维的关系是极具恶化,比如内塔要求以色列军方不惜代价进攻黎巴嫩,而以色列军方却死活不愿意这样干,并且对外放话称,黎伊战争在斩首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首领之后, 就已经该结束了,还来了个先战后作,从黎巴嫩大举撤军,而在早前对加沙的战斗当中,以色列军方亦是如此,早就声称要结束在加沙的战争,并且称哈马斯是无法彻底被铲除的,很显然乙军不愿意绑定在疯狂的内塔战车之上,陪着内塔一块陷入深渊,所以才会选择和内塔分道扬镳划清界限,但是我们早就说过, 此时已经没有退路的内塔尼亚胡,只有将这场战争往前推进,才有可能逃过一劫,因为一旦战争停止,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的大清算也将随即到来,而以色列国内法院对内塔尼亚胡贪腐调查,以及失职独职等调查将会接踵而至,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轻则下台,重则入狱,从此之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万劫不复, 所以只有战争不停地打下去,内塔尼亚胡才会有翻盘的可能,这才是内塔尼亚胡不愿意停战,并且变本加厉的原因,甚至不惜挑衅伊朗要把美国拖入战局,希望让第六次中东战争打响,我们看到被内塔尼亚胡解职的加兰特随即发表声明,虽然他在声明当中没有提到内塔尼亚胡的名字, 但是他说现在的以色列已经处于黑暗道德之中,言下之意就是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正在绑架着以色列史上未知的深渊,就差喊出来打倒内塔尼亚胡的声音了,惊天数千名以色列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内塔尼亚胡将加兰特解职的决定,要求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和哈马斯举行停火谈判,看来以色列民众也深知,如今的内塔尼亚胡已经彻底陷入疯狂境地, 都开始感到怕了,但是不要忘了,上次以色列都举行了七十万人的抗议大游行,都没有能够让内塔尼亚胡给赶下台,如果以色列内部不发生兵变等重大事件,想把内塔尼亚胡给赶下台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内塔尼亚胡突然选择在今天,做出将加兰特解职的决定,也和美国总统大选有关,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可能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政策将会更大, 不要忘了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之后,随即送给了以色列一份超级大礼,将美国驻于领馆,随即迁往了东耶路撒冷,干了多位美国前总统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同时也是特朗普在人知识直接拍板,将伊朗民族之花苏莱曼尼斩首,差点引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特朗普疯狂起来,也是不计后果的, 而在伊朗报复以色列之后,还是这个特朗普,竟然唯恐天下不乱的鼓动内塔尼亚胡,对伊朗和设施在内的所有目标发动袭击,并称他坚定的支持以色列这样做,所以特朗普的上台,也让内塔尼亚胡更加有恃无恐,才会直接炒掉不配合的以色列军方,看来随着美国发便天,内塔尼亚胡又要准备在中东大干一场了,